做不好引体向上的小伙伴们有福利了,为你详细讲解,如何做好引体向上,首先把引体向上分几个步骤做,一,要调整我们的呼吸方式,缓慢吸气控制在耳至三秒,鼓气也控制在耳至三秒,重复试试,二,要掌握双手与拉杆的握具,时间宽得1.5倍,人体位于拉杆下方终结位置, 三,肘关节维持,保持大小臂加脚,在145度左右即可,收紧大圆肌和小圆肌感受背部的发力 四,双腿向身体两侧打开,臀部收紧,可以更有效地控制整体的动作幅度,保持核心稳定 五,吸气准备,鼓气,小臂不要发力,背部收紧,先关节稳定,用背部的力量控制大臂 引领去在向上,要保持挺胸抬头,身体厚轻,手臂向身体两侧下方,打开至胸部可以挥出拉杆即可 此动作幅度控制在2-3秒,保持一秒钟 六,吸气,背部激发力控制大臂,将躯杆缓慢下方至大小臂夹角,在145度左右即可 六,此动作幅度控制在2-3秒,七,此动作,每次做5-12个,每次做4-6组,每组中间要调整呼吸方式,缓慢吸气控制在2-3秒 呼吸控制在2-3秒,重复5-10次即可 注意事项,要保持运速呼吸,控制动作幅度,肩关节稳定,大小臂的夹角,保持挺胸抬头 坚持有规律的做引起向上,让你拥有五倍熊摇,更能显示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 整体的霸气胸态,特别是针对腹部体质较高的人群,练好背部的力量 对接下来腹部的改善,将会热视半空背的效果 增强背部的力量也会巩固我们腰部的健康和力量 朋友们,你们想拥有6块腹肌吗?想有一个好腰吗?想有一个霸气的背部,到三角吗? 那就一起做引起向上,愿飞吧,加油!我们开了线上训练营,可以和我们一起行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